接下来关心艺文消息 大台中地区的乐迷有福乐 由新生代音乐家组成的米罗室内乐籍 将在屯区艺文中心举办两场精彩的音乐会 而这一次的表演将会由两把小提琴 一把中提琴跟一台钢琴 组合出多元的演奏方式 而乐迷还可以凭音乐会的入场券 换取乐团的演奏CD 让乐迷回到家之后呢 可以继续徜徉在米罗室内乐籍的乐声当中 两位提琴家默契十足 演奏出悦耳又和谐的二重奏 让人一下子就进入美妙的音乐世界 韩德尔的帕萨卡利亚舞曲 帕萨加利亚舞曲 它这个曲子呢 就是韩德尔 他是比较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 他写一个大剑琴这个乐器 然后可是因为他曲子很好听 所以后来在北欧有一个叫哈佛森的人 他把它改编成二重奏 除了小提琴二重奏 还有提琴与钢琴的协奏曲 奇美的乐章也让人忍不住跟着惆怅 是孟德尔的送小提琴协奏曲 这首曲它应该是管弦乐伴奏的 可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好听 所以想要演奏给中部的观众听 所以我们用钢琴盖编板 7月29号以及8月5号 在屯区艺文中心 分别举办米罗室内乐籍音乐会 以及郭立功小提琴独作会 三位新生代的音乐家将为大家带来一连串精彩的古典乐曲 十二弦派对米罗室内乐举室内乐音乐会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以弦乐为主 然后有一首有钢琴 可是整场是以弦乐为主 然后是一个东欧波西米亚风的曲目 有这个捷克的有波兰的曲子 8月5号的部分是郭立功小提琴独作会 就是我要单纲演出 然后是由我这个高中还有研究所 国外法国的同学杨亚琴 担任钢琴的部分 那曲目是以浪漫派的曲目为主 有梦德送小提琴一些奏曲 然后有法国的弗瑞 有波兰的维尼奥夫斯基 还有维也纳的克莱斯勒 除了能现场聆听精彩的演奏 乐迷还能凭录场卷 换取米罗室内乐籍 录制的演奏CD 让乐迷回到家 可以继续徜徉在 米罗室内乐籍的乐神当中 VTV中的新闻 达世会采访报导 另外来看到全城七一文化为主